妈妈,妈妈,你看门口怎么了 小赛罗,不要靠近他们,他们很危险的 他们似乎被某种病毒入侵了 听说被他们咬了就会失去能量 身体也会失去控制 他们马上就要进来了 小赛罗,迅速跟我进屋,快点 格力桥和小赛罗吓得赶紧躲回屋里 很快,这些奇怪的奥特曼冲进院子 房间门已经被他们包围了 妈妈,妈妈,他们怎么了 我好害怕呀 他们马上就要进来了 妈妈要忍不住了 你爸爸在海边健身,快去找你爸爸 快跑,千万不要停下来 知道了妈妈,你必须坚持下去 我马上去找爸爸回来救你 小赛罗去海边找爸爸 格力桥一个人顶着门 他很快就要顶不住了 让我们给格力桥一些能量,帮他加油吧 小赛罗来到海边 这时赛罗哥哥还在锻炼身体 赛罗爸爸,你快不要锻炼了 一群奇怪的奥特曼闯闯进了我们家 妈妈马上就要顶不住了 赶快回去救妈妈 小赛罗,不要慌 爸爸马上回去看怎么回事 赛罗哥哥很快跑回家 但是赛罗哥哥还是回来晚了 那些奇怪的奥特曼都不见了 只剩下失去光的格力桥呆呆地站在院子里 爸爸,你快看妈妈,这是怎么回事 你快想办法呀 就在这时,格力桥突然冲了过来 然后他把赛罗哥哥扑倒在地 格力桥,你在做什么 我是赛罗呀 小赛罗,你妈妈已经失控了 你快就把你妈妈打晕 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救她 妈妈,我很难过 希望你不要怪我 没事的小赛罗 你妈妈只是晕倒了 现在她失去了光 黑暗病毒控制了她的身体 只有光的力量 才能抵抗你妈妈身体内的黑暗病毒 现在我把我的光注入你妈妈的身体 帮她抵抗体内的黑暗病毒 爸爸,这该怎么办 你所有的能量都用完了 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光 可以复活妈妈呀 小赛罗,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希望小伙伴们能提供更多的光 这样才能复活你妈妈